在IG分享举重健身 他是拥有万名粉丝的网红面包包 三年前自称罹患胰脏癌四期 积极化疗运动 激励不少癌友 不过他被踢爆 根本没胰癌 疑似面包包前夫在D卡分享 2020年8月 前妻说自己被诊断为胰脏癌第四期 不过两年多以来都没见过主治医生 诊断证明跟就医收据 甚至110年全家医药支出 只有8480元 觉得不太合理 网友比对面包包IG 发现他的落法照 是网路道图配上变色效果 另一张点滴照 是偷其他矮友的照片 粉丝炸锅抨击 看到这个资讯就有点生气 因为我们很努力的 在塑造起一个 就是友善沟通的环境跟平台 可是这样的恶劣的事件发生 其实会让我们 在跟政府沟通上面 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并有协会谴责 除了疑似前夫发文 现任丈夫更连发四篇现实动态 直说有什么比我更委屈的 疑似前男友身份的网友 也留言说 面包包自称被绑架过 欺骗行为可能不止一次 那如果呢 是因为他假装自己 有得到癌症 而使得大众关注他 并且获取同情 而增加了很多广告的收益 在这个状况下 也触犯了刑把339条 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 一样都是会除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事发后 面包包紧急发道歉声明 做了罪 不应该做的事 谎称自己离癌 欺骗了所有人 长达三年 用优惠码支持过的每个人 也很抱歉 各大厂商若需要赔偿 也会全而负责 假装离癌博取同情 不止粉丝生气 众多病友看到 心里恐怕更不好受 三逊学校两把